您关心全台303大停电 当时新达电厂内部烟雾弥漫 台电解释这不是爆炸 是水蒸气溢散 不过有目击者爆料关键影片 说当时碰的一声 机组相关设备都被炸开 钢片四射简直就像被轰炸过一样 新达电厂内部烟雾弥漫 冒出阵阵白烟 台电解释这是水蒸气溢散 不是爆炸 不过惊人画面曝光 当时疑似发生第二次气体外泄炸裂意外 目击者说现场还碰的一声 机组相关设备被炸开 钢片瞬间四射 犹如被轰炸过一般 难道真有恐怖气体炸裂吗 这三天会尽快把这个事情做澄清 台电澄清没有炸裂意外 还把责任归于值班主任操作隔离开关 有人为疏失 不过水电专业人士炮轰 台电的理由太扯 难道没有防呆的开关锁吗 一个按错开关的手指 甚至一张椅子碰到开关 尽可以让549万户停电损失百亿多 专家痛骂这史上最贵的一只手指 根本不是停电真正理由 运转了几十年的电厂 可是为什么到了蔡政府时代 往往就是因为一张椅子 一根手指 然后就出事了 根本原因就是缺电 随便一个东西 就可以把整个电厂全部打断 还烧出一个大洞 请问下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再说谎了 台湾就是缺电 蔡总统跑去视察星达电厂 但当政府不检讨能源政策 这会把责任推给那一根手指 下次要推给什么 记者黄米俊丽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彩指猜 婉彩指猜 怨